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今年的母亲节 你有打算带妈妈到哪里 大块赌鱼一番吗 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介绍您几家 很适合聚餐的美味 首先在台中北屯区 有一家台菜海鲜餐厅 三十年前 第一代老板 从鹅肉摊起家 如今传承到了第二代 规模已经是一家大餐厅了 招牌菜就是当年的 这道五股鹅肉 大厨贴心的去骨 简简单单调味 尝到的是鹅肉本身的鲜甜 另外一道很受欢迎的 鲍鱼佛跳墙 用的是活体鲍鱼 搭配的是珍贵的花椒 里头还有超过八种 丰富的配料 融合了所有食材的精华 吃起来汤鲜味美 我们一来来好几趟 为了来吃这个鹅肉 它的鹅肉是最棒的 从那个山上 瑞坦那边过来 瑞坦那边没有鹅 都饿鱼而已 所以在这边你看 有鹅肉有鱼都很好吃 这家在台中北屯区的老字号 台菜海鲜 熟门熟路的客人 都冲着五股鹅肉而来 因为第一代老板 经营鹅肉路边摊起家 怀念这一位的老客人 都会固定来这里用餐 如今传承到了第二代 从小就是和餐厅都住在一起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在餐厅 路边摊也是一样都住在餐厅里面 所以下课后就出来帮忙 在有能力端菜的时候 也就是我博小三年级的时候 就出来做帮忙的动作 然后厨房缺人就是进去里面 拿刀子切东西 就是这样子 第二代老板吴嘉峰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爸妈当年热情 又真诚的代课精神 早期的人就是有人情味 对 像我爸妈 他们在经营里面很简单的 就是看到人他们就会开心 沿用爸妈的经营态度 更保留起家菜鼓鼓鹅肉 爸妈偶尔也会来店里坐镇监督 料理鹅肉的美味关键 就是把罗曼鹅用辣椰 冰糖还有米酒煮熟 那是为了要提高它的气味 那个鲜味 像以前好多客人来出了 三个月 四个月都有 人事都来 每天都来 去骨后切成适口大小 吴妈妈当年负责切鹅肉 也有一套自家的准则 切切的时候摆盘是很重要 那个肉汁就是吃起来就嫩嫩的 就很好吃 就是最主要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们那个时间要拿捏得很好 时间分明不可差 肉汁鲜甜味才不会跑掉 五骨鵝肉鲜嫩上桌 贴心去骨 食用起来更方便 不过度调味 更能感受到鵝肉的鲜甜多汁 太好吃了 也没有苦 这个给老人吃最好 不用很苦 它没有骨头 而且咬下去 然后那个里面那个水分很多 鲜韧多汁 而且非常合我的口味这样吃 吴嘉峰接手餐厅已经15年 他重新打造品牌 导入创新的元素 早期的海鲜餐厅 它是价格是不透明的 我们在写点菜或者写菜单 通通都是在海鲜台做点菜 看到什么食材 客人看到什么食材 他们想做什么料理 然后就下去做点菜的动作 也是用手写的 所有的价格其实都记在 老板自己的头脑里面 所以这早期的经营模式是这样 进入到餐厅之后 这些就变成价格也需要透明化 也不能说没有菜单呈现给客人看 用平板电脑点餐 让菜色和价位一目了然 它也致力于老菜星座 在佛跳墙里放八样料 除了基本的二层肉 芋头干贝等等 还放入珍贵的花椒 花椒它算是我们在做料理里面 四大海味里面的一样食材 包生吃肚 它是里面的肚 肚又名叫花椒 我们选用的是鲁鱼的肚 花椒它蛮适合来做炖汤类的东西 它呈现出来的汤头也会比较浓郁 吃起来有另外一种口感在 还有佛跳墙的主角鲍鱼 它只用新鲜的火体 我们鲍鱼要挑选活的 不要去用冷冻的 毕竟冷冻过后它的口感和它的鲜味 都会有所跑掉 另外鲍鱼它不能 它预充就不能浸浸水 浸浸水它整个它里面的肉质 还有它的味道都会跑掉 鲍鱼佛跳墙料多同派 能看到满满的鲍鱼 很大颗又很坦韧 往里头捞更有惊喜 花椒软菜又有胶质 越嚼越鲜 汤头更是浓醇顺口 这个芋头很绵密 鲍鱼也是真材食料非常新鲜 很好吃 那个也是很多满满的 对啊 很特别 很好吃啊 很久没有吃到这个鲍鱼那么大颗 还有蚝啊 排骨都不错 料很多啊 一碗就饱了 吴嘉峰不断研发新菜色 活用台湾在地食材 像是台东鹿野土鸡 肉质晴甜也适合炖煮 我们在选用任何食材 它第一个当然是它在地的食材 第二个它有所谓的产销履历 它在有产销履历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很缩油 这个东西我们吃起来都是算是非常的安心的东西 为了做出市场区隔 吴嘉峰用茶叶来炖鸡 茶种也精挑细选 发现茶它也算是大陆呢 那边1968年才开始的新的乌龙茶品种 它又名鸦片茶 它也叫味精茶 这个茶其实它蛮适合来做料理的东西 例如鸦片茶 味精茶 它吃了就会上瘾 它炖起来也有格外的一番的味道和清香的味道 外头少见的一缕茶香禅炖鸡 褐色的汤头充满茶香底蕴 鸡肉更是软嫩清甜 土鳳梨起司蛋糕则是人气独家伴手礼 起司蛋糕里头能吃到土鳳梨颗粒 酸甜交错又绵密滑顺 这个好吃很绵密不会很甜 真的非常棒是很可口的点心 从小摊位到大餐厅 背后是吴嘉两代经过30个年头的奋斗 一路起来它其实只有两个字而已 就是进步 这也是我们店里开创以来 我退回来承接之后 给所有的工作同学们 所有的伙伴给他们的勉励的话 我们的东西就是要进步 今年客人看到是怎么样 明年他还看得到我们的进步 当然要加油 常常给他主导 给他看他怎么 可是没有可以跳起的 儿子的用心 爸爸都看在眼里 吴嘉峰也会全力以赴 做出让老客人回味 让新客人惊艳的好料理 台中有一间温体牛涮涮锅 店家每天从嘉义屠宰场 新鲜直送国产牛肉 招牌的严选沙朗牛 温体现切的油花分布非常均匀 所以吃起来肉质很细嫩 带有一点点的嚼劲 这家店更特别的是 可以品尝到外面很少见的稀有部位 比如说这一头牛只能取下三四斤 堪称是牛腩中精品的凤尾精 师傅用洋葱去爆炒 牛肉吸附了洋葱的香气 吃起来中香十足而且肉嫩弹牙 吃起来就是非常嫩 然后吃起来就是入口即化真的很好吃 就是不用调味 因为它是犬牛 所以很多的部位你真的是 因为这家又把很多的部位 把它精致化 你可以吃到跟外面真的完全不一样 牛肉从冷藏车一串串搬运下来 每天现载全牛肉 从嘉义养殖屠宰场刨丁捡牛 一小时内直送台中火锅店 我们这样吃一整头牛大约是 六百多公斤 对 公斤 但其实我们整头牛取下来 大约只会剩下三分之一不到的肉 牛肉复含筋肉 以逆纹切才能切断肉的组织纤维 鲜红的沙朗牛 以利刃一刀刀划下 厚度约在0.2至0.3公分 是涮牛肉最佳黄金比例 新鲜国产沙朗牛肉片 丰富大理石油花层次分明均匀细致 简单算一下就能看出油与肉的云称比例 肉质细嫩紧实略有韧性 它们牛肉是现切的 然后看起来很新鲜 然后看这个都有一些血色这样 那它们牛肉都是自己养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们是一条链供应下来的 在嘉义那边 对对所以它们都比较精鲜 它的汤口很鲜甜 对对不像外面高汤那种 它就是很甜很清爽那种 对很简单的甜 有别于一般涮涮锅 这里则有独特小鲜肉 带筋膜沙朗鲜就是 shabu shabu罕见食材 沙朗鲜从油花风鱼的沙朗部位取下 含有一层薄薄胶脂 筋膜吃来微微脆口 肉质软嫩略有Q勁 因为它们这边的部位 的牛肉部位比较新鲜 而且可以选部位 不像外面的刷刷锅 可能就是只能分比较简单的部位 而且有可能是冷冻牛肉 吃起来口感不一样 备受客人赞誉牛肉锅餐厅 装潢优雅舒适走美式乡村风 背后操刀是这位八年级生叶贤儒 家族世代经营畜牧屠宰业 它是第五代 就是我们原本就屠宰业 其实它就是在传统市场的肉摊 就是贩卖肉这样 那因为时代的转变嘛 就是大家现在外食主要多 就是到传统肉摊买肉的人 真的是越来越少这样 所以我们就开始 算是转行一下 所以我们就开始开餐厅